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中的光 我叫邓荣 2014年我以9点7分考入了西南武尔士大学光复太阳能的本科 然后去年2018年 我21岁的时候 以我们全系第一个学务后的身份 开始了我的博士生涯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张子文教授 他是我们公认的太阳能支付马丁格林的第一代学生之一 所以我也算一个嫡系弟子 优飞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他让我在高中时候 就懂得了什么叫做自主学习 他能够让我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 甚至不喜欢什么 后来我参加了学校一个叫Taste of Research的项目 就是他带给我那种满足和成就感 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比拟的 就作为我们光复来说 我的导师他有两个项目 是在火炬肤化基地里面的 一个是我主要负责的叫光复回收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技术其实是全世界来讲是中国最需要的 我很希望我自己的一些小的成果能够给更多人 甚至整个环境整个社会受益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能够说 哎呦这个是邓融的技术或者邓融在这个里面 就是把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环境问题也好呀 或者什么样会觉得很骄傲 而且这个骄傲是一辈子的事情 等这个项目真正我们觉得是时候回中国了的话 我觉得我会带着技术会回国的 因为我自己是完完整整地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的 所以我非常清楚我们中国教育 还有我们中国学生的特点 我们在平时的日常教学中 也会特别注意加入批判性思维还有逻辑思维的培养 我们很多同事呢是海外留学回来的 各个学部的老师都会有一些不定期的研讨 不断打磨自己专业的终身的学习者 把最好的课堂呈现给学生 我本身是一个要求自己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一个人 所以在备课的时候呢 不管从内容的选择啦 颜色、字体、字体的大小 都会是我需要考虑的方面 其实事实证明 老师的用心学生是可以感受到的 他们说 严的老师不一定让学生敬畏 但教得好的老师一定让学生服 所以孝希你很好 其实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 之前付出再多 再辛苦也都是值得的 七年以来 优菲旺盛的生命力 和作为老师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深深地吸引着我 七年 有幸和优菲一起成长 我们家长也是经过调研 我们发现就是优菲项目 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国内高考之外的第一种选择 通过系统化的学习 孩子们可以进入世界前100 甚至前50强的名校 所以当时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徐州一州 优菲中奥班 陈嘉欣最大的成长 变得自信 阳光 充满正能量 在优菲学习 培养她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比如健身这个项目 从高一一直坚持到现在 她有的这种毅力 对她今后的人生道路都有极大的帮助 下周就要考试了 这周又开始抓你夫妻了 小开心了 在高中就要习惯了 我会比较好的 把子厉害啊 棒 有时候傍晚我送女儿到学校 然后我会去找一下班主任老师 老师正在找同学谈话 我就在旁边等待的时候 我就看到老师在跟同学交流的过程当中 就她的那种态度的平和 然后跟孩子交流的时候 就是她是非常尊重对方的 我想到我的孩子遇到的是这样优秀的老师 这么有爱的老师 她懂得平等地对待孩子 尊重孩子 理解孩子 那我就是非常放心的 因为我们到这个学校里来 不仅仅是学习知识 还有就是她这种性格的养成 人际关系的处理 如果能够从老师身上获得这样的一些好的示范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 我认识在香港 我认识在香港 我移到Scotland 我刚才结束了我的师课 我选择这个课 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课程 然后找到这个课程 是最好的 我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认识到这个课程 因为我认识的质量 因为我认识的质量 是非常高的 UNSW provides curricular materials they provide teacher's book student's book they provide some guidance on how to teach it's very useful for the students as well it's good because they have a consistency immersion is a big factor of this course and the fact that all the courses are connected in some way to different classes they have similar ideas so they're all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o some extent for this course we're trying to prepare them not just for the subject but also for life skills so things like time management critical thinking in academic English trying to help people think reflectively what is my strength what is my weakness how can I be better my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by working here we have opportunities for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training I think everybody learns a lot there I'm always learning so this is a strength of the program that people don't just stop we're always changing we're adapting we're developing I think the main thing I focus on as a teacher is learning about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it's not purely the teacher giving the students or telling the students what to do it's also some sharing so this cultural exchange I think is a valuable part of the program they know that their students will go down they know how to manage their schedule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manage their schedule they know how to manage their schedule and this is what I'm very excited I'm really excited 一起打球 作为家长来讲 看到孩子们 能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 但是还有群体性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这也是优飞这个项目 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 所以,一一的 我们跟AHEAD的关系是 我们已经十多年纪念了 我们非常享受 AHEAD的关系 它非常成功 我认为AHEAD的关系 在码程中的关系 解放了以信息 联 Peki 关系的关系 探査者 与 kö豪 在中国的高科学 学校的关系 解放了 认为AHEAD的关系 在中国的关系 认为AHEAD的关系 就是什么需要这些训练 从教授到管理 到最上一线 所以我们一起一起十多年的十多年 优菲,她使我从曾经的佛系少女 到现在一个拥有梦想 并且为她奋斗努力的女孩 在一开始接触商科的时候 我还记得第一节课是盖龙老师的Economics 随着课时的推进 然后我发现其实经济和会计 是非常地接近生活的 有了兴趣之后 我们才会更加地想去学习新的内容 我们的课程排得很满 每天都有很多课 AE,经济,管理,会计,IT 还有数学和商法 这七个主课都是由外教授课 全英文对于我们商科班的挑战 是极为大的 优菲是一个重视学生 健康身心和学习并存的项目 周末的时候 我会去公园里面滑滑滑板 锻炼身体 然后放松心情 我真的非常感谢她 因为她让我认识到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我的梦想 孩子融入了优菲以后 我和她从鸡飞狗跳的陪读生活 变成了无所不谈的好闺蜜 看着她一天天慢慢地接近 并走向自己的梦想 我真的很开心 也很幸运 我认为优菲是中国孩子 走向澳洲最理想 最正确的道路 很感谢优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让我来到了这里 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优菲像是我青春的一束光 引领着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让每一个丰富而独立的生命 有处可期 让他们焕发出生命的光芒 希望这个节目 会参加更多的年轻人 在澳洲的梦想 我可以靠我自己努力 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我是邓荣 来自优菲西安学部 优菲无锡学部 优菲西安学部 石州学部 南京学部 台湾学部 祝Yówi十一周年 生日快乐 祝Yówi十一周年 生日快乐 keep blue for moon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や家族 这天作isini 最終的吗 祝Yówi十一周年 生日快乐 祝Yówi十一周年 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